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做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辄的动力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就是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就是压着这个坐笔以后 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这个心里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始以来 就是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心为主所造的 一切罪业的话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 这种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样就是拍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坐金刚拳压着大腿的格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这个痴性为主而所造的 一些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就是这样呢 就是拍这个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启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 获得这种降测 啊啊哦哦哦哦 这种三次气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事 让他们获得圆满正当局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 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地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想就是啊 就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提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呢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的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能生起来然后呢就是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就是 您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掌就是 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这些信息来说 这些信息来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观点和折破的两个方面 首先 宗教当中这样说的 神与若涅槃 世俗戏轮回 择抚叶轮回 菩提信和勇 这个为世中和还有一些世间的侵犯者 他们对宗观叛难进行出难题 意思就是说 你们宗观既然承认 那位所在的一切诸法 全是如幻如梦 神与当中一切都不纯丽 名言当中是相而无自信 一点本体都是了不可得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么就是有很多的过失 就怎么过失呢 因为你们说神与实际上是涅槃 如果神与当中 与所有的众生是涅槃 这里的涅槃就是成佛 或者是所谓的清净的意思 有时候涅槃的意思就是 我们上师涅槃 佛陀涅槃 身为阿罗汉涅槃 在那个时候 所谓的涅槃的意思就是在世间当中 实现缘起 也叫做涅槃 那么这里就是说 如果你们承认 身影当中的一切众生的本体 清净的涅槃 就是清净的佛陀 清净的佛陀 世俗当中你们认为 仍然有扭转 身影当中认为 一切都是佛陀 那这样实际上 身影的本性就是世俗 身影和世俗无二无别的 这样也是承认的 如果这样 清净的涅槃 佛的本性 所以佛的本性也是 身世轮回或者是扭转 如果这样 佛陀也在三界轮回当中 有扭转的过失 平时我们大乘的教义当中 经常有这样的 中论当中 涅槃与世间 无有少分别 在《涅槃评》里面也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说 佛陀的本性与世间的本性 也就是说 清净法和不清净法 一点差别都没有 不清净法的冷鬼和清净涅槃的本体也是无二无别的 一点差别也是没有的 比如说 汉传佛教的《六诸坛经》里面也说了 说是 凡夫是佛陀 烦恼是菩提 凡夫是佛陀 烦恼是菩提 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大乘里面 大乘经典当中也说 众生即是佛 众生即是佛 那这样的话 很多经典和论典的观点 就认为佛陀就是众生 众生就是佛陀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在三个阿僧第七节当中 前行万苦 那么长的时间的苦行 结果获得了福果的时候 也生意当中是获得福果 但是世俗当中流转了 获得了生意的本性就是世俗 世俗的本性就是生意的话 那佛陀就是众生 众生就是佛陀 所以最后认为有很多很多的过失 那这样我们为什么要发大乘菩提心 行持六多万行 最后一直想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 这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因为一切都是实实 一切功夫成了白费 就没有任何意义的 现在世间生也是 有时候也经常遇到 你们佛教不是说 烦恼即是菩提 众生就是佛 这样的话 那众生都佛 为什么看不见 佛陀的这些妙想功德 为什么看不见 如果真的众生是佛 那为什么众生还要修佛呢 因为佛如果还要修行 那已经有无常的过失 你算了 因为冗生还没有那么多 让它想尽咱们去咱们做小型冗生 才会更多的地方 可以帮我做小型冗生 解不过我 甘了 不超好 tem 因为你还会做大学 需要权利费的时候 大概应付 had过 一并是一次的 但是我们会开门 就在那个小型冗生 再涂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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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心涅槃 这些分为自心的涅槃和力构的涅槃分两种 那么自心涅槃的角度来讲 所有的众生应该是佛的 不管任何修行苦行对质等等 然后利口涅槃的角度来讲 应该经过漫长的时日当中进行修行 行持六多万行以后 最后先前众生奔雅奔有的菩提 那个时候成佛 这个叫做利口涅槃 就是利口涅槃 这是我们一般汉传佛教当中也是 比如说这个世听论师的有关威士宗的论典 当中叫做自心正乳和利口正乳 正乳分两种 也可以这么讲 莲词大师他的《弥陀文采》当中俗槽 就是《弥陀俗槽》里面也是这样说的 前世自心清净 今世利口清净 其实前世自心清净的话 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那样 我们以前其实众生的真正前面的本体 就没有任何苟然的 那么现在当众生的时候 有各种烦恼 一旦我们通过修行 远离这些暂时的课程以后 就获得成就 或者《弹经》里面也说了 就是说是前年你即是凡佛 后年无即是佛陀 就是这样讲的 或者用通过时间的角度来讲 前年 就是你没有证悟的那个念头 就成为众生 然后一刹那讲 当下如果开悟的话 那么后面已经成佛 从这个角度来讲 自心清净和利口清净 这样也可以说 或者说我们平时说 现在在现象上 众生全部都是被无明烦恼 所遮住的 因此这个叫做不是佛 显现上不是佛 众生不是佛 但是我们每一个众生的 佛性的本体 与如来当的功德全部集圈 这样就叫做自心清净的佛 pin 需要 Games 即将לי化 必须变到 问于不少运症 例如 Jeez 静静Aut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各种因缘 比如说你转在轮回当中的因缘没有断的话 什么因缘没有断呢 业烦恼 或者是我们转生轮回的撒迦也见的分体 没有通过修空心 修智慧这样来断除的话 那么我们不断地在轮回当中扭转 虽然生意当中一切如法都是空性的 不生不灭的 这是一切如法的本体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众生还没有悟到这种境界 这样以后虽然一切如法都是分来清净 但是我们众生一直被迷惑 没有断绝的话 那就是还要不断地在生死轮回当中扭转 不要说我们众生时间当中 魔术式或者说幻化式 他所变化出来的这种幻想 幻境 幻物 这些现象本来它是虚幻不适的 虚无缥缈的东西 但是它也不断地显现 就是如果你他的 比如说魔术式的他的主语 还有他的一些各种十字母块等等 这些用具没有撤销 没有消失的话 那他所变出来的这个方法 还不断地在现象 同样的道理 如果在世俗当中的各种业和烦恼的 在现象上 我们通过没有认真断掉的话 不要说是在这个生意当中 但世俗当中也不会断掉 如果我们把通过对子 通过修行 讲迟相识当中的烦恼症和说迟症全部都更出 全部更出的话 不要说是在这个生意当中 世俗当中也是根本不会产生的 一般任何一个法 通过自生也好 他生也好 或者说无因生来观察的时候 生意当中不要说 明言当中也不会产生的 约乘论师也说了 说是 关闭名言业非礼 如说生计 又何成 意思就是说 以这种 日吉塔尼泽亚人们 求吉吉亚跟格卡布人家 应该是这样 通过这种观察的方法 不要说是在生意当中产生 然后在世俗当中也不会产生的 就是你的任何产生 我们本来表面上认为 中观派在世俗当中可以产生 但是以中观的生意量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生意当中肯定不会产生的 荣聪班主导也说了 生意当中不产生 没有什么其有的 但是生意量来观察的时候 世俗当中的产生也绝对不会有的 我们平时承认是 生意当中不产生 世俗当中产生 但是用生意量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世俗当中也是不会产生的 那这样整个世界当中有什么样的产生 绝对也是不可能有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面就是断除分义的争论 这个分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就是破除 如果没有迷乱的形式 再不执着的过失 这个分辩证和大辩分两种 首先是辩证 乱世如意 我义和愿幻心 这是维世忠说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维世忠的话 一般来讲 就是我们当地的话 就是蒙荣伯奇的观念当中 分这个顺利卫世 也是分一些真相卫世和假相卫世 还有容顺般知达的 如大乘论里面 分那个卫世忠 就是这个分真相卫世 假相卫世 无相卫世 就是分那个三种 所以这个卫世忠 还是观念比较多 然后汉传佛教 也是对这个维世忠 就非常的重视 然后也有这样的说法 有些就认为是 所有现宠里面 最高的顶峰的观点 就是维世忠 有些认为是终观众 但是这个问题 我们通过明言和神意 就是通过观察神意的角度来讲 当然是终观众 终观众的这种理论的话 就是谁也比不上 然后观察明言的时候 就是维世忠的观点 就是非常的殊胜 那这一点 就前几年我们学习了 全知麦彭仁波去的 终观庄严论事 就学习了这部论典之后 大家都完全明白 就是所谓的维世忠 在明言取得的时候 是不可缺少的 然后神意取得的时候 一定要终观的这种 无二回来进行抉择 这个大家应该深信不疑 终而言之 对方的观点是什么呢 对方是维世忠的观点 维世忠认为一切万法 有信道的 万法为些三界为师 就是这样的观点 那这样的观点 就是认为外境一切都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不存在呢 因为通过观察以后 外境是没有一个能进得起观察的东西 而心事应该都存在的 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 外境的大象或者是山河 这些都是没有的 但是执著它的心事应该是存在的 所以他对中观派进行发难 说是你们迷乱的心事 也是中观派不承认 如果不承认的话 那么以什么样的心事 来愿外境都是幻境的 因为中观派认为一切万法都是幻化的 一切万法都是如幻如梦的 如果如幻如梦的话 应该就像我们的这种心事一样的 为是从自己所承认的心事的话 那可以愿外境 如幻如梦也可以 但如果你心事都没有的话 谁知道是一切诸法都是如幻如梦的 是世女的儿子知道的 还是是龟毛头角 谁知道的 你们中观派所承认的 这个心事都不存在 是不合理的 对方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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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回答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是通等力 若须无关境 行事何所缘 它首先什么叫做通等力 我们以前也讲过 对方给你辩论的这个道理 然后完全是以这种逻辑推理的方式来 给它进行大幅 以智智矛攻智智盾 就以这种方式来遍颇别人的观点 这叫做通等力 通等力来观察的时候 就是说你们卫视宗虽然不承认外境 这也是说是对的 但是你们承认这个形式 如果你承认这个形式的话 没有任何外境 没有任何外境的话 仅仅是有一个形式 它到底能执着什么 因为我们形式就是依靠外境而产生的 比如说我要看见一个蓝色的瓶子 蓝色的瓶子没有的话 不可能我有蓝色瓶子的能取 能取没有的话 索取也没有 索取没有的话 能取也没有 这两个就像是左手和右手一样 或者是这边和哪边一样 就是互相关带而安理的 互相关带而安理的话 你们卫视宗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们宗观派的观点是不合理的 因为你们形式没有 形式没有的话 如幻如梦的外境是谁去执着的 你们是给我们这样讲的 然后我们宗观派对你们卫视宗素 既然你们承认一切外境不存在 一切外境不存在的话 即使说你承认有一个如幻的这种形式 但是如幻的这个形 到底要执着什么 什么执着都没有的话 那是不是你们执着龟毛图角 这个就是你们承了 你们的对境吗 这样不合理的 所以以同等力来观察的时候 也的确是心和形式 就是不能成为独立的这种存在 当然在这里的话 全部是按照这个 为师宗自己所承认的 有一种室有的东西 这种室有的东西 按照宗观的这种推理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根本不能成立 当然我们平时 一般心事也是如幻如梦的 外境也是如幻如梦的 这样的观点上面并没有辩论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 大家应该清楚的 心事虽然是你们承认 但是心事所执着的对应是什么 没有对境的话 你到底要执着的什么 最后我们应该觉得出来 就像如中论里面所讲的那样 观察明言地的时候 能取和所取 外境也是应该存在的 心事也是存在的 然后观察深意地的时候 外境也是不存在的 心事也是不存在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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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你很重 首先是说威斯宗的关键 我们刚才不是给他讲了吗 你们那个心事如果是存在的话 外境没有怎么办呢 外境没有 你们到底是执着什么东西啊 那威斯宗怎么说呢 他们说所愿意识经经相机性体 他这里说是所愿经虽然没有石油的 对方认为外境的比如说我们制作一个柱子 瓶子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他认为外面的蓝色的真正的柱子的木头啊 这些呢 木头的东西呢就是没有的 尸体的东西呢绝对是没有的 那为什么是我们这个 明明现在外面有这个背红蓝的各种外境的现象 这是什么原因呢 然后他们认为这个外境的尸体是不存在的 这种现象的存在 但是这种现象呢实际上就是心的这个本体呢 无二无别的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心里门了 你怎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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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说我 不拥有啦 你怎么知道 我走在那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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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认为 形象是有的 但是这个形象实际上 跟心的本体是无二无别的 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 外面有大象的形象 但是其实你大象归根气定的话 就是晚上的形式 与你做梦的形式 无二无别的 除此之外外面 实相的大象是不存在的 形式应该存在的 他们自己是这样的认为 但这样认为 一方面看 确实是 麦彭仁波切也是 在《中观传论》时里面讲了 在明言当中决责的时候 他尤其是真相为之的观点 还是非常的合理 因为我们学无上大圆满也好 或者是学任何一个大乘的佛法的时候 其实决责为心在明言当中 应该说是很殊胜的教言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为时中应该说没有任何的过失 外境都是与心无二无别 这是真相为时的观点 假相为时的观点 外面的这些现象也不是心 也不是外面存在的 就像麻法一般的 相而无事的东西 这样认为的 其实这种观点就是不合理的 那么从我们究竟的神异地来 进行观察的时候 我也是懂得这种观点是不合理的 我刚才也讲了 暂时我们依靠上师的教言 让你明言当中 开悟这个心的本性 这些方面 应该为时有超越其他的教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先破除对方的观点 那么分三个方面 其中是第一个破除返害生意资贞 在威士党当中他们认为资贞 那么这个是真实则破和遣除迷乱两种 首先是真实则破的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还击若即行 何则见何则 世间诸也愿 行不自见行 犹如刀见缝 不能自隔着 那么这里就是说 你们威士党虽然承认外境就是不自由的 然后心 心跟外境无二无别的 一体的 就是山也是心 河也是心 牦牛也是心 苹果也是心 一切都是心 如果你们真的这样的认为 所有幻化的外境全是自己的心 心的话那就是不对的 因为威士党确实也是承认 在生意当中心 所谓的心是不可分割的 实有的 自明自知的 当然讲一些他威士自己心的一些 不同的条件的时候也讲了很多的 当然如果名言当中我们心自己 比如说你刚才自己想什么 然后昨天你做什么 自己对心的心有一种回忆 或者是心对心的一种认识 这些都是应该是可以的 那麦彭仁波有关教言当中都讲了 心自己了知心 这也是我们人具有自知之明 就是自己都是有这样的说法的 所以这一点都是我们不会破的 但是我也是懂 他这里有一个室有的自证 室有的自证的话 即使室有的 又是他成为能之所知的 这种现象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你认为如果环境真正是心 那你这样的心也成了一个索取的外境 也成了一个能取的诱境 那这样的话 自己的心也是善 自己的心来知道 知道的话就是心知道心 也就是说 心也是善 然后能知道的心也是善 那能取和所取的话 其实是已经变成分开了 就变成分开的话 如果是所谓的 威士宗的心的自明 自知是一体的话 怎么会藏你呢 绝对是不可能成立的 因为能得的心的本体 你不能成为是所知的外境 如果是所知的心的本体的话 那就是自己对自己了知 有这个过失的 所以这种观点 你如果明言当中 现而无事 未经观察的一个能取所取的话 也是可以的 明境当中的这个形象一样都可以的 但是你们对方是没有这样承认 既然你没有这样承认的话 那就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首先是我们教证 就是我们世间当中的 唯一的三界互助 本次释迦牟尼佛有关的 大乘的经典当中的话 都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心 不能自知自己的心 比如说那些经里面 也是说了 犹如见之人 不能占自缝 然后知不出自见 心不见自信 就讲得很清楚的 自己的这种 比如说宝剑的话 自己砍断自己也不可能的 然后我们守着 自己接触自己的自见 这也不可能的 然后室友的 未始终的这种心 也不可能见到自己的心 还有《顶宝经》 其他的一些大乡经典当中 也说了 自信不能知自信 自己的心 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心 比如说 清见者不可能起自己的见上 宝剑不能看自己的这种本体 所以自己对自己的这种做事 完全是在大乘有关经典当中 已经设置了 不知者 才能脑子 我觉得我们的生物 很少的想法 也不想不知 你还不想不认家 我得知者 这种真正的 我需要你 这么多的心 不知不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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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